-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石斑瑟,我是杰西,今天是周五的晚上了,我们下了班之后去吃了个麻辣烫 - 都有什么呀,看你选了什么,你能选选的蔬菜吗,之类的- 豆皮可以啊,豆皮,还有一些丸子也可以吃,那有牛肉丸- 那个是牛肉丸吧- 这是这边新开的一家,也不是那新开的吧- 开了小半年的一家麻辣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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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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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你为什么把自己眼睛蒙上 那是失误 毕竟我们是在隔离设施工作对吧 所以我们要被社区负责 我们要做好防护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OK走我们现在出发 这个夜市是在那边的Bushing Center 我们只能把车停在这边 因为那边的停车场 它是在那边的停车场 早就已经停满了 它是7点钟开始 然后一直会到半夜 过了那条马路 然后就去到Bushing Center 去逛夜市了 哇车好多呀我的天呀 小心点 好好好小心点 这里就是Bushing的购物中心了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夜市都有啥 我先看一下外围 那是个理发店 咖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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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现在进去 虽然现在是一级封锁的情况 但是这个追踪码还是要扫的 而且这个在这种场合是强制扫的 后面还有ATM机给你取现金的 因为有一些小商户 它是只接受现金 原来呢在前几天奥克兰那边 爆出了社区病例 这样呢就导致奥克兰 提高到三级警戒 其他地方都是二级 如果是那种情况下的话 这个夜市就没有办法如期进行了 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个封锁没有过几天 等级又降低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级警戒的情况下呢 夜市还可以继续举办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都有什么呀 这个情车场里面灯光不太好 而且特别的嘈杂 那就是这种效果 这跟在国内逛菜市场的感觉一样是吧 对对 这边有一些桌游 这些小的抬球桌 冰糖球 还有就是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就是 或者是折气球的 外围的话都是一些咖啡啊冰淇淋啊 这边还有一个煎饼侠啊 这跟大朋友关系嘛 这是一家泰国的摊位 这边呢就是著名的铁板烤串了啊 铁板鱿鱿鱼 还有角度 又是印度尼西亚的 基本上这种夜市里面的话 就是东南亚的和中国的这些东西 会占据绝大多数 那这是一些饮料的摊位 那这边有一些欧洲的食品摊位 这是匈牙利的 那这边是荷兰的 这个餐车上面写的是特兰西瓦尼亚 也就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省 后面的那个小餐车呢 是一个做薄柄的 但是你看前面排的队这些 都是这个烤串的摊位 还有这个好像是什么 香肠卷 也是摊位面前排了很长的队 但如果你做的是一些什么手工作坊的话 那你的摊位平均就比较冷静了 你可能就是期待会有一些比较识货的顾客 来找到你 这边还有一个穿汉服的小姐姐 他们的摊位有的那汉服 还有一些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小饰品 我觉得这些东西比这边KV卖的那些饰品 比较好看一些 但是不知道KV能不能欣赏 这边都是一些中国制造的那些 数据线啦 耳机啦 一些数字 数码的一些配件 还有一些户外用品 这样看 男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在地上过 我还在这边居然发现了一些 苏联时代的厂 这是苏联军刀嘛 还有一些描准镜 应该是猎枪用的 它这个市场在停车场里 所以的话 有很多摊子 就把车停在旁边 你把东西从这个车上拿下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比较简单 这个摊位呢 卖的是一些 也是一些中国的小当品 手表 还有钱包皮夹 真正的物美价廉 然后这边是他们在手工做的一些盘栽 他们面前摆的这些木盘呢 都是一些食物的托盘 都是手工制作的 还有一些老的古董收藏 应该是 哇 好多硬币啊 这里是一些手工的香皂 还有一些香薰的蜡蜜 一些蜂蜜的产品 还是蜂蜜或者是蜂蜜 或者是蜂蜜 这里呢 是一些个人的画作 可能涉及到版权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移近了牌了 这些东西的话 是被放在院子里面 然后给一些小鸟 让他们来休息 这是一位法师在用塔磨牌 给人算命呢 所以我们就这种 好多 Sing This is so true 那我尝尝的心里 几个老虎 最为啥 腿是痛苦的 好多 太难了 好多 脖子不够的 开心了 好了 我死了 我死了 美如沙 石头依然为我只是牵挂 你爱我无法抵挂 总是否有我一分 遭过的地方 你看只有我们两个人戴口罩了 这里面的话应该除了我们是吧 可能其他戴口罩的一个手掌 就能够走过来 一个手掌 刚才只看到了一个 已经没有人贴这个了 已经没有人戴口罩了 我们觉得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回去了 因为在这边我们也没有看到 特别想吃的东西 现在快9点了 我们从在布新的那个 市场里面逛一下 现在准备回去了 然后听一个朋友说 这个是在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 他们也翻过 一开始搬的人挺多 然后后面人越来越少 然后最后就没有开了 如果是10年前 或者10多年前那会的话 那时候赶上地震 对啊 那会儿赶上地震 基督城人特别少 很多人都出去了 但是现在人慢慢感觉又回流了 所以的话人气又会稍微旺一些 我们现在就要回家了 那这期的视频就先拍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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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